今天是2011年9月10号 上岛咖啡店2号店正式开幕 自从去年年底1号店开幕之后呢 受到各界的好评 许多忠实顾客纷纷表示 希望能够尽快增设2号店以及3号店 因此在问众期盼之下 今天上岛咖啡店2号店 终于正式开幕了 店内立址位于巴德路三段 对面是社教馆 旁边是台式 可以说是十分便利呢 上岛咖啡店的店内装潢和日本同步 桌椅以及灯饰均使用同一商品 另外呢椅子以及餐具的部分 则是采用日本知名柳宗里大社的作品哦 在悠闲的午后挑装单人坐一坐下 一面聆听着店内所播放的爵士乐 一边享用香醇醇浓的咖啡 真的是非常的享受 在店内高雅的氛围陪衬之下 整个心情也轻松起来了呢 上岛咖啡店的咖啡之所以特别好喝 秘诀就是在于法兰茸绿泡式咖啡 法兰茸绿泡式最能够完整保留住咖啡的美味农村 所以啊即使是无糖mew咖啡或是黑糖mew咖啡 也能喝到香浓的咖啡味 就像是聆听了一首牛奶与咖啡的完美协奏曲 上岛咖啡店menu上的另一魅力所在 就是令人食指大动的三明治 面包以及蛋糕 店内使用的是拥有高人气 并且获得两次世界面包大赛冠军的 哈肯普手工面包 三明治口味丰富又多样 像是Coloku Mushu三明治 在日本就大受欢迎哦 今天早上是preopen 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人气部落客来店内享用 美味的咖啡以及餐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访问他们吧 哈喽 田园小姐你好 不晓得田园小姐刚走进我们店内的时候呢 觉得整个装潢已经氛围感受如何呢 我觉得这边的机会很舒服 很适合用早餐和朋友聊天 是 所以我们的藤原小姐 非常的喜欢我们店内的装潢哦 另外呢 不少的你认为我们店内的咖啡 口感如何 喝起来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很好喝 觉得很香 那么另外呢 在餐点的部分 刚才呢 我们的布落客 也享用过我们的餐点咯 所以呢 现在来访问他一下 我们面包的口感是如何吧 面包很厚 很扎实 而且上面这个加的东西里面很多 所以很好吃 是 他觉得我们里面的内馅可是非常丰富的哦 接下来我们访问到的是人气部落客Chuck Chuck 你好 听说呢 你刚才走进我们整个上岛咖啡店的管内装潢呢 你就觉得好像特别有感触 对不对 我觉得刚走进店的时候觉得整个空间很宽敞 然后他所有的装潢看起来就很有个调 加上他空间里面流畅的很好听的爵士乐 所以觉得在这里待上一个下午会很好 所以想将来应该都会常来吧 接下来呢 我们访问到的是UCC咖啡的协理石川先生 你好 石川先生 你好 接下来不少的会不会有三号店四号店的增设计划呢 对 今后三号店四号店等 今年来年に向着准备的准备 好物件がありましたら 今后すぐにでも三号店四号店を拡大していく予定です 上岛咖啡店二号店呢 它和一号店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对 这一号店と違って オフィス街の立地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まして そして 抵抗とコニアの力を入れております 店内要有好的工作氛围 店长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接下来马上就要邀请到的是 我们两位店长 首先欢迎的是二号店的宜君店长 你好 你好 听说宜君店长在UCC集团 已经工作蛮久了 大概快要七年的时间 那在这七年当中 我们会觉得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或是你工作起来的心情上面是如何呢 就很喜欢这里的气氛 店内的环境 然后装潢等等的 还有公司的产品 那口味上都还蛮特别的 然后可以推荐给客人 然后客人也会接受度也蛮高 也很喜欢 然后随时常常会回来 所以我们觉得很开心 接下来这位是三号店的店长 志宏店长听说三号店 马上也要紧接着开始营运了是不是 是的 他会在名要百货的B1 然后对外营业的时间是早上八点钟开始 我们有好喝的咖啡跟好吃的餐点 那欢迎大家光临 谢谢 上导咖啡店在Facebook上 将会举办各样的优惠活动 欢迎大家有空来走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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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